2021年为张大千敦煌礼佛80周年 中和堂将展现张大千圣年期精品超作 其中涵盖青山绿水、高山、侍女、动物、花鸟、金河 及观音菩萨等三世余真画作 另外同时展出徐悲鸿125周年诞辰十二生肖异品画作 希望能够借此多元化精彩画作及观音图像 一区所愿与大众共同鉴赏 在这个名为张大千敦煌礼佛80周年圣年期 及徐悲鸿诞辰纪念日125周年十二生肖动物画展的展览中 公开了多幅张大千的精美作品 包括红服女精彩绝艳、西芬二妹手盲图、圣听红、圣唐纪月天 摩登嘉女像、于兰观音像、西夏水月观音、水月观音和魔女炫感图 这个展览也展出一些张大千的著名作品 包括胡树双圆图 张大千一生爱圆、养圆、画圆 与她的黑圆准事情节有关 六十余年间已经画出过数十幅圆画 包括白圆、金圆和黑圆 其中以八月敦煌礼佛之后的胡树双圆图最富盛名 在这次展览可以一睹这画作的庐山真面目 张大千的《蜂女彻盲图》运用工笔仲彩技法 巧妙精致地描绘出蜂女身上毛球柔软温馨之感觉 与熬犬则刚烈彪悍性格 使画面产生一动一镜强烈对比的震撼效应 张大千的《马上风猴图》是幅山水人物跟动物化为一体的函式操作 张大千喜爱羊马亦精于象马和画马 此画绘了两匹骏马亦元猴和高氏组合之马上风猴图 寓意功名权贵指日可待 画中人马猿与云山枯树的组合无不精彩绝伦 是一幅山水人物和动物化为一体吉祥风水画 中和汉医院创始人之一于世杰表示 今年刚巧是张大千敦煌礼佛80周年 又遇上世界上最危害的瘟疫情况 希望借此观音图像亦屈所愿 另外侍逢2021年是徐悲鸿125周年诞辰 中和汉医院举办徐悲鸿盛世期书画展 展示了1932年版本的徐悲鸿十二生肖画像 当年徐先生在南京中央美术学院学校任职 这十二生肖画像为他巅峰时期的画作 画中生肖造型独特 风骨齐高 笔墨华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